他拥有最强盛的国力 他拥有最强大军队 他拥有最开明的政治 他拥有最久远的盛名 他就是唐朝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盛名之下 他一层别血宫廷 骨肉相残 一层而与我诈 血雨腥风 让我们翻开大唐二百八十九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 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王爵仁著作 血腥的盛唐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节草鲜花遍地抽 龙争虎豆 即时休 抬头五月处 再看凉堂 进汉州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们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 听大语话说 唐朝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呢 咱们说到天道报应 安禄善死于非命 立储之争 张良帝背后阴招 李璧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张良帝的阴招 既避免了一场潜在的兄弟系强之祸 又丝毫没有引起广平王的不满和怨恨 真可谓是道高一池 魔高一招 在这个足智多谋的李璧面前 那个张良帝啊 真有点不够用了 潜力技穷了 不过呢 张良帝可不会就此罢售 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自从这个肃宗啊 领武即位以来 肃宗的新宦官李釜国 就跟张良帝结成了政治同盟了 张良帝相信 凭借他和李釜国两个人 对肃宗的影响力 绝不可能败在李璧的手下 这里我们就要介绍一下 这位李釜国了 李釜国原名叫李靖忠 啊 貌丑佳贫 从小呢 就被静了身 送进宫里边去了 一直在宫廷呢 养马 在这个 马寺里边养马 由于他初通文末 而且人呢 比较聪明 所以后来呢 就成了这个高丽氏的扑宋了 并且呢 被提拔起来了 啊 被提拔起来 就等于说是这个 谁的官呢 像这个孙悟空做的那个官 啊 毕马温一样的官 当然了 他这个呢 不叫毕马温 叫什么叫旧中搏击 到了天保中期呢 年近五十的李釜国 这才进到东宫 成了太子李恒的贴身侍从 玄宗逃离长安的时候 李釜国呢 也跟随太子一同出逃 马维一之变中 李釜国是陈宣礼和太子之间的联络人 也算是兵变的参与者之一 随后 他又和广平王建宁王 一起策划了父老遮留 成功促使太子和玄宗分兵 并且北赴朔方 抵达05之后 李釜国极力劝请宿宗即位 从而立下了拥立之功 宿宗即位之后呢 当即着升李釜国为太子加令 兼元帅府行军司马 并且视他为心府 四方奏势 御前福音君号一一为之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李釜国开始逐步的掌握着 攻进的大权了 并且最终成为宿宗朝廷的一大权换 李釜国平生不识婚姓 长期吃素 而且手里经常拿了一串念珠 所以人人都把他当成了善男信女 可事实上呢 越是热衷于把佛教拿了装点门面的人 那心里边越可能藏了一大堆不可告人的东西 用资质通鉴的话来说 李釜国实际上是 外公仅寡言 而内脚险 宿宗即位之后啊 张良帝日益得宠 随时都有可能登上皇后宝座 而这个面善心险的李釜国呢 一看他得势了 就主动呢 向他靠拢起来了 因附会之 与相表里 李釜国和张良帝相互勾结 哼泻一气 自然而然的呢 就就就引起了这个建宁王呢 这个 那利潭的这个厌恶 啊 于是呢 这个 既恶如仇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呢 每次见的宿宗 都会大骂这两个人 啊 这两个人是虚伪阴险 心怀大恶 啊 他们沆瀬一气 并且呢 说他们呢 是内外勾结 你这个就 当然了 他说的有错没错啊 没错 众所周知啊 除了李弊之外 李釜国和张良帝呢 都是宿宗最宠信的人 所以李坛呢 在宿宗面前 肆意的 攻击他们 非但不能起到任何作用 反而只会暴露自己的率性 冲动和幼稚 从而遭致呢 宿宗反感 那么有句话说 冲动是魔鬼 李弊曾经对李坛做过警告 可是呢 李坛呢 没听他的 这悲剧就这么酿成了 张良帝和李釜国 本来就和李坛 视同水火 如今有天天 遭受的人身攻击呢 当然是怒不可遏 受不了的 所以呢 日以夜继的 啊 这个这个 在宿宗面前的 是吹耳朵风 是不是 说了 说 剑宁王啊 恨陛下不给他当元帅 企图谋害广平王 李坛指控张良帝 和李釜国危害皇嗣 指的也是广平王 如今呢 矛盾双方都以皇长子李处为焦点 相互的发出指控 宿宗该怎么办呢 宿宗应该信谁的呀 宿宗最后 我还是相信了张良帝和李釜国了 并且决然的搬下了一刀赤铃 将剑宁王李坛 刺死 哎 你说李坛冤不冤 就这么就死了 这个在宿宗分兵委上 即位领悟的过程中 立下了大功的三皇子 就这样冤死在了张良帝 和李釜国的谗言之下 其实啊 宿宗之所以不分青红皂白 把李坛给刺死了 并不仅仅是听信了张李二人的谗言 而主要是因为他本人 对这个儿子也抱有强烈的怀疑 因为李坛的个人素质 和军事能力都实在是 说这个抱听的实在是太过于突出了 远远强于他的兄长的李初 因此呢 宿宗打心眼里 不相信李坛会甘心居于李初之下 所以呢 他要急于立李初为太子 就是想彻底断绝李坛的念想 避免一场兄弟戏强的惨祸 可是鉴于自己即位的非正常性质 他又不得不听从李毕的劝告 暂时放弃策立太子的想法 如此一来李坛夺底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 对于尚未完成平叛大业的李亨而言 不低于一颗万分危险的定时炸弹呢 此时此刻 叛军仍然占据了两津和河北 万一自己的后院在这时候起了火了 李亨的皇位还怎么做得稳呢 所以当张良帝李辅国 又和建英王李坛的矛盾发展到不攻戴天的时候 当宿宗觉得李坛 觊觎处备的嫌疑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就只能抱着宁可信求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对李坛的痛下杀手 除掉这颗定时炸弹 尽管说他万般不忍啊 可是身为皇帝的冷酷 最终还是战胜了身为父亲的温情 那没办法 这就是政治 建英王之词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表明宿宗朝廷内部啊 在评判之初呢 就已经开始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了 如果说建英王李坛的悲剧 还仅仅是发生在宫学之内 对当时整个天下的形势 还不至于产生多大影响的话 那么接下来这一场 拥兵割地的叛乱 则无异于是在宿宗刚刚受伤的 这个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也一度使得当时的评判形势 变得更加的错综复杂 怎么着呢 这场叛乱的制造者 就是宿宗的义母弟弟 勇王李林 李林是玄宗第十六子 由于生母郭顺已早亡 小的时候呢 就被年长的李亨呢 抱学抚养 李亨非常疼爱这个年幼的弟弟 夜里经常呢 抱着这弟弟一块睡觉 对他的感情啊 既是兄弟 也更像父子 据说这个李林呢 相貌很丑陋 眼睛还有点邪视 但是因为从小呢 聪明好学 所以长大之后 还是很受李亨的喜爱的 开元十三年三月份 李林和朱兄弟同日封王 两年之后呢 摇领荆州大都督 数年之后 又加这个开府仪同三思 毫无疑问呢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 排行十六的勇王李林 这辈子也就这模样了 父皇玄宗呢 能给他的 也就是锦衣玉石的生活 外加几个有名无实的荣玉衔 没有过多的东西了 他注定只能在长安 做一个养尊处优的亲王 连出镇地方 成为封疆大利的机会都没有 更不用说基于九物之位了 换言之 在太平年月里 勇王李林只能跟所有亲王一样 老老实实享受 属于他的那份荣华富贵 绝不敢对皇位 生出什么非分之想 可问题是 现在安史之乱 把这一切都给改变了 当玄宗在流亡巴蜀 途中发布了那道 命诸王分阵天下诸道的诏书之后呢 隐藏在勇王李林内心的 权力欲望就被不可遏止的 聊不起来了 在玄宗的诏书当中啊 太子李亨 勇王李林 圣王李奇 封王李洪 分别被授予一人截至数道大权 其中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 兼任硕方河东河北平路节度都市 勇王李林任山南东路 前南 这个岭南 前中 江南四路 江南西路四道节度市 采访市 兼呢 江陵郡 就是今天之所在 今天湖北江陵县 江陵大都 而圣王和封王呢 虽然各有任命 但是因为年纪尚轻 没有实际赴任 所以真正得到 封江大力之权的 其实只有李亨和李林俩人 勇王李林活了半辈子 还是头一回获得这么大权利 就像一辈突然吹仗起来的气球 李林呢 马上就有了一种 飘起来的感觉 一种凌驾于 云云众生之上的感觉 这时候他突然感觉 太好了 接到玄宗的照命之后 李林就迫不及待的离开了巴蜀 在当年九月抵达了江陵 由于当时江淮地区 收缴上来的财富 都要通过江陵中转 所以江陵的府库当中啊 财富山基 李林到任之后呢 马上动用大量钱粮步驳 招募了数万兵马 他身边人一看这架势 知道勇王李林心里在想什么了 随后里谋逝 薛刘 勇王之子 湘成王李畅为首呢 哎 这就这个文武百官呢 等于就算是文武百官吧 纷纷怂恿李林呢 拥兵自立 歌剧江东 他们说了 说如今呢 天下大乱 天下都乱到这个程度了 但是唯独哪呢 江南不乱 江南呢 南方顽覆 所谓叫原文啊 这是资政通鉴里边 原文叫做顽覆 卧四道兵 谁卧四道兵 勇王 卧四道兵 封疆数千里 应该趁此机会 入聚金灵 就是今天南京 保有江表 如东晋故事 这我们应该呢 跟这个东晋来学 李林听完了之后 就笑了 他干嘛笑了呢 就在短短几个月之前 他还是李唐皇室 一个毫不起眼的亲王 可现在呢 他已经是拥兵数万 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力了 而且马上就要将帝国的 半壁江山收入囊中 如果运气再好一点 他说不定还能将 皇兄李亨曲儿代之 成为君临天下 富有四海的皇帝 他能不笑吗 他当然笑了 当然了 他手底下的薛刘 还有勇王之子 湘成王 这个李畅 这些个 他们也得笑啊 为什么 他成了这个天下的 支主了 皇帝了 他们成什么了 对不对 必然的 要不然他们也不用力 他肯定是有自己的 这个小的小算盘 在里边的 勇王李林 在江陵的这个异动 没有逃过 宿宗李亨的眼睛 此时呢 李亨已经接到 玄宗的传为赵书 成了名副其实 大唐天子了 他当然不能容忍 勇王 拥兵割地的企图 宿宗随即 颁布一道赤灵 命勇王 归尽于蜀 让他马上回成都 在他人皇身边 乖乖待着 李林呢 当然拒不奉命了 继续在江陵呢 莫玛丽兵 这宿宗的 赶紧倒不妙了 联盟任命高氏 高氏呢 这是唐朝著名的 边赛诗人 咱们都知道啊 任命高氏呢 为这个淮南节度史 领广 今天江苏扬州市 领广 等十二郡 以淮南西道节度史 领汝南等五郡 让他们俩 这个淮南西道节度史 这个名呢 叫这来镇 然后呢 让他们俩 与江东节度史 为志配合 严密的监视 李林的动向 必要的时候呢 联手将这个李林呢 一定要给他消灭掉 要剿灭他 智德元年十二月份 勇王李林 率领周师 沿江而下 那可谓是 君荣盛大 吴郡太首 李熙岩 吴郡是哪呢 就是今年江苏苏州 发掘苗头不对了 立刻发了一封书信 折问其 为何擅自以名东西 李熙岩这封信 采用的是 平叠的形式 所以平叠呢 就是不分上下 尊卑 称位也没什么讲究 所以李熙岩就在信中 对李林直呼其名 古人呢 我跟大伙说一下 古人呢 直呼其名 这件事情啊 这是 这是跟骂娘差不多的 不能叫名 必须叫字 叫什么 必须有尊称 是吧 你除非是说 真格的了 像这种啊 直接发戏文了 直接或者是互相之间的 就是要骂你 所以才称名 李林呢 当然一看这信 就当然怒了 马上给李熙岩 回了一封 答应就是说什么 寡人堂堂皇子 身份尊贵 理学百聊 如今你既然无事尊备 那可就别怪寡人不客气 李林此次率兵东下 摆明了 就是要吸取金灵 割据江东 而李熙岩这封 无理的评点 现在恰好给李林 起兵了这个借口 造了一个口识 那此时不凡 更待何时 我有理由了吗 随后李林呢 是兵分三路 命大将辉文明 率一路攻击吴郡 大将纪广琛 率一路攻击广 自己呢 亲率主力 进兵当土 没有人会料到 安禄山点燃的封烟 还在北方和中原滚滚弥漫 尚未平息 勇王李林 却在自家后院呢 燃起了新的战火 经文勇王骑兵的消息 吴军太守李县 慌忙派遣部将袁景奥 会同丹阳 就是今天江苏镇将 丹阳太守严靖之 出兵御敌 同时呢 广陵长使李成世 也派遣部将李成庆呢 发兵抵御 由于勇王蓄谋已久 兵风甚锐 所以一战就击溃了前来阻击的这个官军 并且呢 斩杀了严靖之 乘胜啊 近战了丹阳 袁景奥和李成庆一见 叛军时代也不敢抗拒 随即呢 双双脚械投降了 两军刚刚接战 唐军呢 这个将领便一死两降 江淮里去顿时大为阵孔 高氏 还有来镇 还有为志等等 急忙呢 赶赴安禄 就是今天湖北安禄啊 会合商讨拼叛之事 鉴于勇王的军队呢 是有备而来 兵精良足 士气正盛 所以高氏等三人呢 决定避地锋芒 暂且不与叛军正面交战 而是采用双管齐下的战略 一方面沿长江北岸大步移兵 迷惑对手 一方面呢 也积极采取攻心之战 力争从内部的挖解叛军 记忆已定 广陵长使李成士 随即派遣部将 裴帽 帅部呢 进驻了瓜布州 就是今天江苏六河县东南方 广张旗帜要与将近 摆出一副严阵一带的架势 紧接着高氏 发挥自己在诗文方面的特长 撰写了一篇 未过怀仙语将校书 命士族啊 四处的散发 对叛军官兵小之一力 动之以情 并且幼之以利 同时世家大族出身的 为治 前宰相维安石之子 也利用了自己呢 在这个朝野上下的这个声望啊 暗中对叛军的几个高级将领 也进行了这个策法 并且事先上奏诉讼 对叛军大将姬广琛 许以高官厚禄 答应他 一旦反正 便授予其丹阳太守 兼御史忠诚之旨 那这几招管用没管用啊 管用了 面对惊奇招展的北岸官军 勇王李林和儿子李畅呢 开始啊 发怵了 在他们看来 朝廷军肯定已经在对岸 集结重兵了 接下来仗怎么打呢 心里根本没底 而与此同时呢 面对官军强大的宣传攻势 叛军的军心 也不可避免的发生动摇了 其中纪广琛 对于朝廷许给他的高官厚禄 那更是心动不已啊 跟着勇王造反 目的不就是为了高官厚禄吗 如今只要归顺了朝廷 一切唾手可得 那纪广琛有什么理由 替勇王卖命啊 纪广琛随即呢 就秘密的召集了朱将 对他们说了 说我们啊 跟随勇王致辞 至今也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不是趁此兵封未交之时 及早的各门前程 否则不但死于战争 还是永远的 背负这个逆臣的骂命 仲将一听着觉得有力啊 当下各自的跑路 纪广琛率部 奔广陵 啊 回门明 帅部呢 奔江宁 冯济康帅部 奔白傻 今天江苏宜正式 数万兵马 请客间逃亡大半 勇王杀了眼了 慌忙派一队亲兵 前去追这个纪广琛 亲兵们好不容易追上来了 却听见纪广琛说什么 只因为我 还敢念勇王恩德 才不和你们交战 只想归顺朝廷 他说你们要逼我 我随时可以回头攻杀你们 追兵回去禀报 勇王也没辙 只能是扬天长坦 那么勇王李林 他的叛乱 究竟能叛到什么程度呢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